嗨 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 然后今天很碰巧的就是我今天休息 今天休息我就非常开心 因为沙溪这边每周五都有一个集市 就是大家都会去赶集 带上自己家种的水果呀 农产品呀这些 然后上周五没赶上 因为上周五就是在拍摄嘛 然后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给你们看一下 远处已经有去赶集的阿姨们了 背着那个小竹筐 因为我没有这个小竹筐嘛 所以我也就不尽其用 带了自己的这个 环保袋 然后还有 这样有个小袋子 然后还有这样 这个可以装水果 好 那还带了相机 这个相机上有一个小香囊 是我在这边有个奶奶家里买的 是她自己手工缝制的香囊 哎呀我的口罩呢 在口袋里 那我们就要出发了 去赶集 现在人已经多起来了 真的好多人 好热闹哦 哎呀 突然看我口罩上掉了个什么 哎呦 掉了个叶子 很早 这多少 20 20 嗯好 谢谢 嗯其他不用了 刚才买了一些红枣片 然后还买了这个 樱桃 这边还有种子 这边是卖种子的 可以自己种一些菜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每一顿饭 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边的红心土豆 还挺好吃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红心的土豆 这边真的是什么都有的买 但是只有一周 只有一次 来到集市最喜欢看的 就是水果 上次我们买的是这个香蕉吗 那来点苹果 来点香蕉 嗯我看一下 够了够了 诶 诶 这个苹果 阿姨 那个苹果有一个烂掉了 没有了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我要换一个 我终于回到房间了 因为刚才就是整个集市人越来越多 又已经非常的拥挤了 就没有再继续录下去 然后可以给大家 现在还有点喘 就展示一下我这个今天的收获 先是香蕉和苹果 这应该是很人生态的吧 就长这样并不是很漂亮的这个苹果 但还蛮有特色的 好像是叶子诶 哦这应该是一个叶子的形状 盖在上面 然后跟旁边这个日照的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这还蛮特别的 然后买了四个苹果 香蕉 还有 葡萄 葡萄 好长一串 这个苹果也是烂的 还有这个 这个我尝了 很甜很好吃 小樱桃 像小樱桃 怎么感觉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觉得就 有点不熟了呢 然后还买了这个花卷 买了香菇馅的跟肉馅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薯片 是那个他们现炸的薯片 然后这是当鸡的月饼 有大的有小的 我买的是这种 小的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红枣 还有这个红枣 是可以用来泡水的 因为我之前买过那个 大枣嘛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 确实早上开工 时间很来不及 因为用那个枣泡水 你必须要把里边那个枣壶 给它去掉 这样才不容易上火 所以有的时候时间会来不及 就会觉得有一点点麻烦 所以今天又买了这个枣片 这个就很方便了 好 这就是集市 今天逛集市的收获 那今天的分享就这样了 拜拜